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希望七星越南新聞主持人芬妮 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內容有 前奧巴馬官員獲得未披露的外國現金 德州參議院通過選舉誠信法案 拜登要加的企業稅率高過中共 遭兩黨反對 黎智英等7人反送中集會被定罪 港人聲援 小粉紅被罵成漢奸 中共海外社媒鏈曝光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3月31日美司法部表示 前交通部部長拉胡德 在無披露資金的情況下 從一名外國人那裡收取5萬元美金 違反了政府道德規則 現年75歲的拉胡德 曾經在2009年至2013年奧巴馬政府期間 擔任內閣成員 2012年 他從黎班戀 尼日利亞億萬富翁查古里 Gilbert Chargory的助手裡 收到一張5萬元的個人支票 司法部在聲明中說 拉胡德明白這筆錢來自查古里 違反道德規則 他沒有在政府道德表格上披露這張支票 因為他不想和查古里有關聯 拉胡德在2017年向調查查古里的FBI探員 作出了關於支票及其來源的誤導性陳述 他最初聲稱沒有收到這筆支票 直到向他出示支票事先承認 拉胡德還承認拿到支票 5年內沒有償還對方任何金額的錢 對方也沒有要求償還 據他與政府達成的不起訴協議 要求他配合調查 償還5萬美元 並支付4萬美元的罰款 政府還宣布延期起訴查古里等人 查古里同意支付180萬美元 以解決他向美國境內的人 提供約18萬美元的指控 這些錢最終被送到 4名不同的聯邦政治候選人手中 但這些候選人沒有被點名 據洛杉基時報報導 查古里是克林頓家族的長期合作夥伴 並向克林頓基金會 捐贈至少100萬美元 4月1日 德州參議院兩黨 以18比13的票數通過一項法案 禁止使用郵寄選票投遞商 和通過Drythor開車投票 即是不需要下車就可以投票 法案將送黃德州眾議院 眾議院委員會定於4月6日開始投票 州共和黨參議員 布萊恩優斯 布萊恩休斯稱 這項措施只在通過程序 解決壞人可利用的領域 因為我們希望德州人民 相信他們的選舉是公平、誠實和公開的 該立法標準化和澄清投票規則 以便每個德州人都有公平和平等的投票機會 無論他住在州的哪裡 據當地媒體KXAN報導 三法案還將要求選民提供郵寄投票的理由 包括年齡在65歲以上有病或殘疾 以及那些被限制在監獄 說在選舉期間不在美國的人 他還將要求州最高領導人授權 警告對選舉部門給予超過1,000美元的任何私人資金 但德州民主黨發聲明說 我們積極抵制這項法案 因為我們知道 他將會剝奪不同種族和少數族裔選民 和殘疾選民的權利 包括退伍軍人 還有民主黨人 援引在美國南部實施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法 但沒有提供證據 德州民主黨人曾試圖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 擴大郵寄投票 他們認為COVID-19會使民眾缺乏免疫力 這是威脅選民健康的條件 但德州最高法院最終駁回了民主黨的論點 並稱缺乏免疫力不構成身體殘疾 布萊特巴特新聞3月31日報導 川普總統已將稅率從35%降到目前的20% 而拜登計劃對美國企業加稅 稅率比中共對美國企業的收費還要高 這個方案受到兩黨的共同反對 星期三拜登前往匹茲堡提出一個2.25萬億美元的方案 稱修復基礎設施 要用於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 高科技的寬頻、電網現代化、結證能源和電動車等項目 還有輕建和改建建築物 以及醫療照顧和職場發展等 華爾街估計 這項法案可以為美國創造1,800萬個就業機會 但相關計劃的部分裁員 一個是通過將全球最低稅率從13%左右提高到21% 預計10年內能增加1萬億美元的稅收 另一個就是能增加企業稅、個人所得稅 或徵收付人稅來支付這一龐大的開支 報導表示 如果拜登的法案能通過成為法律 美國企業的稅率會從21%提高到28% 超過中共25%的企業稅率 當日左派眾議員AOC在推特上表示 拜登的努力缺乏緊迫性 這還遠遠未夠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共和黨人布拉迪 Kelvin Brady表示 美國仍處於經濟危機中 從來都沒有一位總統用提高商業稅恢復經濟 這是再糟糕不過的加稅時機 共和黨眾議院瓦格納贊同布拉迪的觀點 她說在美國開始解封和經濟復甦時 為什麼拜登政府要提出最終會傷害美國家庭 和數百萬掙扎中的小企業稅收政策呢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在3月16日就已經說過 共和黨人不會用支持加稅 來支付基礎設施 2019年8月18日 170萬港人不顧政府禁令 上街遊行 接著香港警方秋後算帳 拘捕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 9位香港民主派人士 4月1日 香港法官胡雅文裁決 他們被控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除了梁耀宗、歐若軒先前已認罪外 其他7人的罪名全部成立 其中前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 我們非常榮幸能成為其中一份子 就算是坐牢 當年這場818反送中集會 幾乎是每4名香港人周有一人參與 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不少團體和民眾一早就到庭外聲援 台灣行政院發言人羅炳勝說 今天的這個情形 也不僅是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被踐踏 甚至香港在傳統上非常珍貴的司法獨立都被質疑 聽到這樣的消息 令人感覺到震撼、亦遺憾 香港在中共的打壓以及操控下 民主大退暴 尤其為香港爭取人權、爭取民主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 亦被定罪、情何而堪 台灣總統府發聲明 對北京當局繼續侵害香港民主人權 限縮集會自由的作為 表達高度遺憾和譴責 近期 中共官方掀起的抵制外國品牌的浪潮 反而令一眾普遍中國民眾不僅無法正常工作 連薪酬都受到嚴重影響 最終導致民怨沸騰 無計之下 大陸官媒選中了一位參與和讚寫新疆維吾爾人 被迫勞動報告的澳洲華裔前記者許壽忠 猛批他是極端繁華敗類 從3月29日開始 微博上開始流傳各種起底 在抹黑許壽忠的鐵文、照片、視頻 稱他是新疆勞工人權的始作俑者 到澳洲墨爾本大學留學後 為了澳洲移民身份 不惜靠造謠抹黑中國 加入反華軍火箱自負等 不過 許壽忠在接受ABC訪問時透露 他原先是百分百忠誠的民族主義者 後來他因採訪了一名 因在網上拿中國領導人開玩笑而入獄 後移居澳洲的數學教師 令他重新思考 並開始對中共政府進行公正性報道 亦因此 後來他回中國大陸探親期間 多次被警告 甚至在他準備回澳洲時 登基正被扣留很長時間 令他以後都不敢再回中國 無獨有偶 近日BBC駐北京記者沙女 John Southworth 因多次報導中共侵犯新疆人權 導致他的團隊無論在哪裡拍攝 都面臨坐牢、威脅、阻礙和恐嚇 目前沙女和他的家人已經離開中國 抵達台灣 針對這件事 華春瑩回答記者提問時 又說出了一番女人感言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3月30日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 中共通過推特 臉書發布大量有關新疆問題的虛假訊息 研究顯示 中共官方媒體和外交部門的推特帳戶中 有關新疆推文的發布頻率 從2019年的月均280條左右增至2020年的近500條 在臉書上中共官方媒體帳號是新疆問題相關內容 最受輿論關注的來源之一 報告說中共這種敘事策略的受眾正在逐漸擴大 並得到西方的認可 來自西衛組織和聯合國等多個國際組織的高層官員發揮了作用 網絡安全公司Graphica在2月21日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 大量被關閉的社媒帳號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恢復 該公司發現 自2020年2月至2021年1月 所研究的推特殭屍帳號發布了1,400多個視頻 其中很多是在某些國家突發事件發生後的36小時內作出反應 卡蒂夫大學犯罪與安全研究所的另一項研究指出 中國相關的虛假推特帳戶的網絡結構 由一系列幾乎自治的細胞組成 它們之間的聯繫很少 這似乎增強了網絡人性、適應性和復原力彈性 該報告指出 這種行為模式是不尋常的 似乎是為了避免被推特的算法檢測到而設計的 美國民間機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學者李恆青認為 面對西方民主國家 乃至全世界對中國人權問題和掩蓋疫情的圍堵 中共目前在國際社會上已經是四面坐過 虛假信息宣傳只能短時間內混淆視聽 但從長遠來說只會越來越糟糕 好了 這一節的越南新聞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是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